臺北萬華昔日公昌寮所在的 寶斗裡 青雲閣 因為地主想興建豪宅 竟然藐視公權力 七月三十一號 這個地方才被列為 暫定古蹟 才隔一天 八月二號一大清早五點鐘 就把整個建物 移為平地 古蹟只剩一堆瓦礫 為此 臺北市政府發表了七點聲明 在文化資產的爭議處理 沒有獲得文化局統一之前 這個土地禁止任何開發行為 而且要追究地主的法律責任 八月二號清晨五點 挖土機迅速的拆毀 蒙甲仁的共同回憶 這裡曾是當地著名的 工昌寮 薄斗裡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秦雲閣 兩天前才被台北市政府 列為暫定古蹟 要求還拆 但地主完全無視於法令 全數拆除 台北市文化局長劉維公 在文資鑑定會刊時 看著一地的瓦礫大動肝火 你們公司負責信不信誠 他是總經理 是不是他嘛 他說他沒有負責的 他有沒有權利嘛 他有沒有經營的權的權利嘛 那我就問你他有沒有權利嘛 我們禮拜四的校友已經告訴他 三番兩次的告訴他 我們要做立建 我們要做文資的鑑定了嘛 這個部分因為他也沒有收到通知 當面告知不叫通知 而且建商便稱 薄斗裡建築殘破 拆除是為了安全考量 但選在清晨五點拆除 連趕到現場的警察 都擋不住挖土機 薄斗裡就是電影 猛甲中的紅燈區 清朝時以知名娛樂場所著稱 1920年更新建三層樓高的 巴洛克市建築 是當時全台灣最大的一樓 隨著時代變遷 逐漸淪為風化區的代名詞 現在目前最嚴重的問題是 薄斗裡一旦消失 那薄斗裡就真的變成一個 非常負面的形象的東西 就永遠深埋在土裡 那薄斗裡如果能夠繼續存在 我們才能夠在這一塊 這一塊特定的區域裡面 去告訴大家 其實薄斗裡不只是 現在人想像那個很低俗的地方 薄斗裡遭到拆毀 要如何重現它的價值 目前雙方沒有共識 台北市政府已經禁止當地開發 待文資審議會結果出爐 再決定薄斗裡的下一步